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 今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南苏丹总统基尔 吴邦国欢迎基尔就任总统后 首次来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他说 中南两国人民友好交往 追溯久远 深入人心 中南建交后 双边关系开局良好 各领域合作呈现巨大发展潜力 中方支持南方为维护稳定发展经济所做的不懈努力 愿不断深化中南友好 加强务实合作 尤其是在中非合作论坛框架下的互利合作 帮助南苏丹发展经济 改善民生 中方高度赞赏南方 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吴邦国表示 希望两国立法机构间加强交往 为增进了解 加深互信 推动合作 做出积极贡献 基尔表示 南苏丹十分珍惜与中国的传统友谊 视中国为可信赖的朋友和合作伙伴 南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 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帮助 愿加强与中国在各领域的合作 包括议会交流 南方将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双方还就南北苏丹关系交换了意见